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大家好 我是柯睡姐 大家好 我是马林哥 每次在追剧的时候 看到那些暖心的男二被剧情各种虐 真的是很难过的咯 有些时候真的好想让男二直接跟女主在一起 就好像最近刚玩节的SAR 虽然说这个剧有苏姬跟南珠肥 但是最出圈的是无敌男二 Kim Son Ho Kim Son Ho 欧巴在戏里不只是帅气又多精 最重要的是对女主各种软心表现 根本就是拿着男一剧本的男二啊 男主是男主和欧巴我也无法 还是希望至凭欧巴能幸福 这结局真的让好多剧迷伤透了心 而另一部由翁 Son Woo 辛雅云和Kim Dong Jong主演的《禁欲之术》 也是让很多人心疼男二的 在戏中男主的行为各种渣 男二却永远的温柔体贴 还一直陪在女主身边 But不管怎样 女主还是属于男主的 爱的迫降中 除了主角 Hong Ping Oba So Ye Jin Oni这对CP外 其实男二和女二CP也是很好追的 Kim Jong Hyuk Oba 在剧里和So Ji Hai Oni 各种甜道报表的互动 真让人羡慕 但最后 Oba竟然领便当了 编剧啊 再来好好的不得咩 让人最易难平之一的 必须有她 请回答1988中的狗欢 跟女主一起长大的她 从小就一直默默的喜欢女主 前半段真的真的以为 老公会是她 没想到最后是阿哲出圈了 那场迟来的告白 真的是很虐心咯 不过好在在现实中 两人有成功在一起 也算是安抚了广大的狗善党 说到经典的男二 怎么可以忘记 原来是美男中的 温柔毛巾男江新宇呢 俊悠化Oba饰演的江新宇 很早就知道美男女扮男装 就一直在她身边保护她 就算女主没选择自己 还是衷心祝福她们 真的是韩剧中很经典的暖男男二 还有当年 李俊记在《我的女孩买歌》中 不懂收获了多少少女心 她虽然看似花心 但其实深情 身为女主的好友 自然不话不谈 但实际上 根本就是暗恋在心口难开 金战的演技 完全演活了那种 想爱不敢爱的心情 完全是深情的男二教科书 看到这么多义男品的男二 顿时觉得有一句话说得好 男主是女主的 男二是大家的 这句话完全有道理 男二有我们心疼就好 冲哈日前被确诊新冠肺炎 而她原本一季将要发行的 单曲和新专辑都会延期 根据韩国媒体的报道 冲哈是被通知和确诊者接触之后 立马到医院去接受检测 没想到简体呈现阳性反应 冲哈也发表声明表示 对于确诊的消息 对大家感到非常的抱歉 TWICE的SANA 鼓鼓蛋的MINA 宇宙少女的YOJOON DI的CHEYON 也因为和JONHA ONI接触过 女团之间顿时陷入危机 各家公司也立刻安排所有成员做了检测 幸好大家都曾阴性反应 也希望JONHA ONI可以早日康复 不要再自责了 身体最重要 XO第一位成员休敏 退伍了 而刚退伍的她 也马上给艾莉们 带来三张可爱的自拍照 而昨天也开直播和艾莉见面了 很快很快的 D.O也将会在明年1月退伍咯 这星期退伍的 还有HIGHLIGHT的盲勒 DON RUN OBA 经历近两年半之后 HIGHLIGHT全体都成功完成兵役啦 DON RUN OBA在当天 也立刻开直播和粉丝互动 期间其他三位哥哥 也在直播中惊喜出现 久违的合体直播 真的好让人兴奋 又感动 Jesse平时除了音乐作品之外 也很喜欢在Instagram发文和粉丝互动 她之前就PO了一组照片 没想到却迎来了网友的抨击 其中一个网友就写下说 Jesse有种渐渐变成整形怪物的感觉 不要再整了 随后还留下了哭脸的符号 然而面对这样留言的ONI 则是帅气回应 她说道 我忙到连整形的时间都没有 一句简单的话 直接KO对方高EQ且不带张智的反应 引起大批网友狂赞 不愧是宇宙最霸气的Jesse 赞哦